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真的对一个中国女人来说 46岁是非常的不自信的 很多人都觉得 46岁的女人已经人老出环 等着退休 而且没有人要的 说真的我对自己再婚一点自信都没有 所以呢我也没想过要去找一个人 而且那时候呢因为我自己是做生意的嘛 生意呢比较麻 而我自己呢也能养活我自己 我的房子呢已经全额付齐 我的车袋呢也没有了 我唯一的负担唯一的牵挂呢就是我的女儿 因为她马上就要去上大学了 再怎么样我也赚一笔钱 你说这个母亲不是一辈子为了孩子而活吗 很多人都说人呢要活成你自己 不要为孩子不要为老公而活 那我想问一下天下的哪个女人 不是为孩子而活的 当然你在为孩子而活的时候呢 你也要活成你自己喜欢的样子就可以了 那因为工作挺麻 而且呢也挺辛苦 再说了我身边一直不是有我女儿的嘛 所以呢我也不会觉得孤单以寂寞 我也没想到过去找另外一半 不是我离婚半年以后嘛 我女儿就要去上大学了 这时候呢是我女儿开始操心我了 我真的很幸福 我生了一个非常懂我 而且呢非常关心我的女儿 所以呢她就跟我说 妈妈我去上大学了 你一个人怎么办 万一你病了 你痛了 没有人照顾你怎么办 你应该找个男朋友 我就跟她说怎么找呀 我每天那么忙 当然我也会有一些客户 他们知道我单身呢也挺喜欢我的 但是呢我不想把我的客户啊 变成我的男朋友或者说我的恋人 这个呢也是我自己做人的原则 我觉得客户就是客户 所以呢我也一直没找 我女儿呢就跟我说 那我得想办法给你找一个男朋友 然后呢我才去上学 我就问我女儿 那怎么找啊 再说了我这个年龄 谁还会看上我呢 我女儿就跟我说 妈妈美国不一样的 离婚呢并不一定都是你的错 离婚肯定是双方的错的 没有人在意你离婚多少岁 其实美国人更在意的是 你这个人的真诚真心 还有你有一颗善良的心 这样子吧我在网上呢给你找 我说网上给我找的靠谱吗 他就跟我说那美国地大人虚的 按照你平时接触的人的话 都是那种没有目标 说一定要找老婆的那种 所以说你最好是设定一个目标 专门去找的 我知道夏乐特呢有一个免费的网站 我帮你弄吧 说完之后呢我的女儿 就赶紧用我的手机啊 在网上下载了一个APP 这个APP呢叫Tinder 完了之后呢他就把我的照片呀 把我的资料啊全部书上去了 而就在那个晚上呢 我们两个就躺在同一个床上 一起看一下哪个男士比较适合我 而这个APP呢它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设置你要找的男生的年龄 还有大概他们的性格 然后呢它就会跳出一些人来 让你去挑戏 或者说它有很多的人跳出来 让你去选择 我忘记了那个APP 它是好像是往左边滑是看不上的 往右边滑是喜欢的 我忘记了是靠左还是靠右 因为很长时间了嘛 然后呢我和我女儿就在那看 这个好看吗 喜不喜欢呢 我看一下呢我就觉得不太喜欢 我女儿就往左滑了一下 然后再看下一个呢我还是觉得 其实我心里面就不知道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所以说我都有点看不上 于是呢很多图片跳出来 我女儿都往左边一滑 偶尔会出现那么一个 就是我觉得从表面上看上去的话 我觉得还有一点点满意的人呢 我女儿就往右边滑 就是屏幕上它有个图片嘛 你用手一滑呢它就滑走了 那么你滑到右边的时候呢 如果对方也喜欢你也喜欢你的图片 喜欢你的资料的话 两个人就match了 而那个晚上呢我和我女儿是躺在她的床上 一起看这个APP的 所以我们就弄了时间有点长 总共就看了大概二十几个男生吧 因为网上的男生还是挺多的 不管是什么肤色什么国家的 对了有一点我忘记介绍 就是你也可以设置距离 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设置二十英里以内 十英里以内 或者说五英里以内 你可以见得到的男生 我呢是第一次玩这种相亲的找男朋友的APP的 所以呢我也觉得很欣喜 我们就躺在床上玩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吧 看过的男生呢大概有二十多个三十个 那我觉得能看得上的呢大概有四五个吧 然后呢就准备要去睡觉了 这时候呢就跳出一个男生 这个男生呢就是我现在的老公 他手上的拿着一杯红酒 而且我看他的资料呢 他就是喜欢红酒 而且呢不太在意肤色 也不在意你身上是否有纹身 但是他说他非常的喜欢蓝眼睛 所以呢我根本就没看上他 但是呢我女儿就问我 那这个怎么样呢 我说嗯不行 然后呢我女儿就说好吧那就不要了 可是我女儿呢就是滑错了 就是本来要往左边滑是看不上的嘛 然后呢他就一滑就滑到右边去了 这个网站呢就跳出了几个字 就说嗯你们两个已经match了 意思呢就说对方也喜欢我 我就跟我女儿说 啊你看你看怎么办 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个的 然后那个男的呢就是主动的 给我打了声招呼 他就说哎你好 然后我女儿也回了一个你好 然后您知道吗就是在网上交友的话 他就问你住在哪里啊干什么呀 就聊了一小通 然后他就说 我是新到夏乐特的 我才注册的这个号码 所以我对夏乐特呢不是特别的熟 他就把他的爱好啊喜欢啊 都用打字的方式告诉了我的女儿 然后他又问我我平时干嘛 我就说我喜欢跳舞啦串歌啦 那平时呢我也挺喜欢爬山的 他就说我也挺喜欢爬山的 那哪一天你爬山的时候呢 约约我 因为我刚刚来夏乐特 对这边的话也不是特别的熟 我们可以约着一起去爬山了解一下彼此 那时候呢因为我心里面就不太喜欢他嘛 所以呢我就说嗯好 其实你知道很多时候女人跟你说 好下一次的时候呢 那时候呢其实他们心里面根本就没有你 如果是他跟你约好了时间地点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是会喜欢你的 所以我就把它给晾着了 那个晚上呢就这样子过去了 那第二天呢我又是忙碌的一天 可是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呢 他竟然给我打了声招呼 因为那天晚上看的虽然说有二三十个人 但是呢我喜欢的可能只有两三个 所以match的呢只有他一个人 所以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呢 我也在忙工作嘛 但是他又在这个APP里面跟我打了声招呼 他说你的早上怎么样啊 How's your morning 可是我呢因为不是特别的很喜欢他 其实他长相还可以了 但是我就觉得我自己呢只有1米6 他呢有1米9多一点点 我是不太喜欢这么高的人的 所以呢我也没理他 过了两天呢不是周末嘛 周末的晚上呢我一般下班都非常的早 而且吃完饭的话就没事 我和我女儿呢就玩这个APP啊 就玩的时间有点长 所以那天晚上呢可能就滑过去滑过来的 总共滑了四五十个男人吧 我觉得那天晚上看上的人呢还是挺多的 大概有十几个人吧都match了 也就是说都配对成功 可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这些人太啰嗦 问来问去的事太多 而我那时候呢都是把我的材料写好了在哪里 然后呢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多大我的孩子有多大 我现在大概住在哪里 我要找什么样的男生 我的目标是为了结婚的 我就这样子写好一条 就是那些人问我我干什么 从哪里来的时候呢 我就copy了一下 然后呢发过去给他们 如果他再问更多的问题的话呢 我一般就不太感兴趣了 所以呢我都不太想理他们 还有一些呢就是才聊了一会儿天 他就开始约你见面了什么的 我一般都不见 我也很怕善诞受骗 而且呢很 而且呢我也不是说要很快 发展一段新的感情 来忘记过去的生活 再加上那时候的晚上呢 有些男人其实也挺坏的 其中呢就有一个男的 就是以我配对成功的一个男的 随便聊了几集贴 然后夜里面呢他就给我 发了一些黄色的图片 让我对这个网站 产生了不好的这种印象 可能有些人呢就是为了夜情 或者说这些网站的坏人还是挺多的 所以呢我是非常非常的小心的 一般人呢我都不理他们 很多人约我见面我都不见 而且我也觉得好无聊啊 如果视频面前呢你以前玩过QQ的话 QQ以前交友的时候还不是这样子的吗 就是有些人来家里之后呢 就会问你很多问题 工作呀家庭呀生活什么的很烦 所以呢我就很长时间都没有去玩这个APP 但是呢就是我现在的老公吧 他呢还挺有耐心的 一直差不多一个月这样子 差不多两个月吧 他基本上每天呢都会给我打个招呼 约我喝咖啡 或者有时候呢他也约我 要不要一起吃个晚饭 我都完全的拒绝 有一个星期六 然后他就打电话 他说你这周六干嘛 我说我在整理我院子里面的花花草草 然后呢准备种一些新的花 然后呢他就说那给我个地址吧 我过来给你干吧 那那时候呢我知道他是 某一个公司的高层管理嘛 我就在想 他不就想过来泡一下我嘛 那个再说了这是我的家 万一过来他是坏人怎么办 我也不相信一个高管 他会做院子里面的工作 所以呢我就跟他说不用了 我已经快弄完了 而且呢我挺累的我就休息了 他说那晚上一起出来吃饭吧 我说不用了 我这个周末呢已经和女儿安排好 要出去吃饭了 我都是一直一直的拒绝他的 可能男人就是这样子 你越拒绝他的话 他会越觉得你更有吸引力吧 所以我和我老公之间呢就是这样子 兜兜转转的 一直差不多两个月 然后呢有一个晚上呢我就心情特别的不好 那天呢我老公就给我发了个微信说 今天不是周六嘛你工作到几点 要不要晚上一起出来喝咖啡 那天呢我就跟他说 嗯好吧 那是我们两个在晚上认识以后的差不多两个月了 而那天晚上我的工作还挺忙的 我们本来约好的是五点六点的 我一直工作到晚上差不多八点我才结束的 我一直跟他改时间我说那就到六点七点 我一直在改时间一直到八点我才见到他 但是呢他都非常的耐心 那天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他是先到我们约好的那个咖啡厅 把车停在停车场 然后呢他在一个路口等我的 因为看过照片嘛所以我的车才拐过那个弯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那里站了一个男的跟我打招呼 我一看呢我就知道是他 我觉得他呢也不像一般男人一样的非常的健壮 他也没有那种很奶油的大肤扁扁的那种感觉 反正感觉他的体型还不错 而且呢我觉得他还挺绅士的 然后呢还走到路口来接我 所以呢他就指指我在哪里停车 因为他的车停在那个角落嘛 因为是八点多钟嘛 所以那个停车场车也不是特别的多 我就按照他的指示 把车呢就停在他的车的旁边 他呢就主动过来把我的车门给开开了 那时候呢其实我还是挺警惕的 我就觉得嗯这个男的太主动了 我还是挺害怕的 而那天晚上呢我不是心情不是很好 而且呢我白天挺忙的 我一天都没有吃饭 所以呢我也挺饿的 喝咖啡的话会让我越喝越饿 再说了我晚上基本上是不是特别喜欢喝咖啡 因为咖啡因会影响我的睡眠 但是呢我也没有跟他说我不喝咖啡 他呢就点了两杯咖啡 那时候呢我觉得挺饿的 因为美国的很多咖啡厅嘛 他们都会有面包呀三明治啊之类的 那个咖啡厅呢正好什么吃的都没有 旁边呢就是只有一些小饼干啊之类的 我呢就随便点了一块黑漆漆的糕点 非常的难吃 他呢说话还是非常的主动 而且呢非常的热情 后来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挺饿的 我就喝了几口咖啡之后呢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还是觉得挺饿的 看看这个附近的话有什么汉堡呀三明治之类的 我要去买个汉堡 如果你在美国待过的话你知道 其实很多美国的店星期六星期天是不开门的 我们约过去的那一条街呢很多店八点以后都关门了 但是呢我们还是一起走过去看了一家中国的什么快餐外卖店之类的 可是呢别人都说关门了 而那天晚上呢风挺大的而且挺冷的 我就想那就算呗我回家了 那我们走出那个餐厅的时候呢他就冻的牵了一下我的手 而且风挺大的嘛那我就让他牵了 因为我觉得美国人牵个手的话也没什么 那时候我突然觉得他的手好温暖啊暖暖的 因为我的手呢一到秋天冬天的话都会那种冰冷的 所以他的手牵着我的手呢我就觉得特别的温暖 当然除了牵手之外呢我们别的事情都没有做也没有进一步的 包括像亲个额头之类的都没有 之后呢他就把我送到我的车那里 冬冬的把我的车门打开让我进去 然后呢说再见 所以第一次见面呢就是这样子结束的 那么过了差不多两天的时间呢他就约我吃饭 然后呢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不是特别的喜欢个子特别高的人 我和你在一起的话我会有压抑的感觉 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个子高不好吗 基因好的话个子才会长得高啊 而且我是苏格兰人 因为牛奶喝多了所以个子长得高一点 而且个子长高不是更加好吗 然后呢他就在网站上搜了好多就是 男人特别的高女人非常矮的这种图片 发了很多给我 然后他就说你看这一对他们也是男人这么高 女人这么矮再看看这一对 他们都过得挺幸福挺开心的呀 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然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用心的人 而且呢感觉他还是蛮喜欢我的 我就跟他说我说那这样子嘛 我们可以一起吃个饭 可是呢我不喜欢开车 我也不喜欢去的太远 我觉得不安全 这样子我把我的店发一个地址给你 你到时候呢到店里面来接我 然后呢你自己也搜一家 就在我的店附近的餐厅 吃完饭后呢我方便回家 其实我这样做呢我觉得我也想看一下他这个人呢 有没有耐心另外一个呢 我也想看一下我能不能嫁与这样子的男人 可是那天呢下着绵绵的细雨 他还是来接我了 我也很大胆啊把我店的地址 就给了一个只见过一次面的男人 那时候呢我也准备好了要和他出去吃饭的 所以呢我就关了店门下楼 下了楼呢不是从我的店走到他停车的地方呢 可能有个二十步路吧 可是呢他就说你就在这里 你稍等一会儿我车上有伞 我去把伞拿过来接你 然后你再过去 然后他就冒着雨冲着到他的车 从车后面拿出一把伞 把我接到他那个车的旁边 开开副驾的门 我坐上去了之后呢他再打着伞 到驾驶座那边 然后开车带我去吃饭 第一次去吃饭的时候呢 我们约的餐厅是在一个拐角的地方嘛 我呢就随便找一个地方准备坐下来 他呢非常的绅士 他呢就说啊你别坐那边 那边呢是离福月太近了 他们上菜的时候呢会影响到你的情绪 或者说水会泼到你的身上 你坐旁边这个位置吧 然后呢他就拉开那把椅子 让我坐在角落的那个位置 然后他坐在门口一点的那个位置 我突然觉得有点感动 你看这46岁的女人 突然被一个第一次约吃饭的人 这么宠 然后呢还怕被水泼到你的身上 然后呢让你坐到里面的位置 而且呢第一次有人帮我把椅子拉开 让我坐下来 真的非常的享受 所以那天晚上的那个晚餐呢 吃的非常的开心 来晚餐之后呢他就跟我说 要不要去我家里面坐一会 因为我的因为我住的地方呢 离这里也不是特别的远 那不是吃饭的时候 我对他印象就挺好的 所以呢我也想进一步的了解这个男人 可是我自己呢还是多了一个心眼 我就想 嗯去他家 他会不会强暴我 哈哈哈 我确实就有这种心理 你想46岁的女人呢 我还怕谁强暴我 对吧 我偶尔还想强暴人呢 哈哈哈 开个玩笑 嗯 那天晚上就是去到他家之后嘛 就发现 哇 好干净啊 真的是 我觉得一个男人 能把自己的房间收的这么干净 我不管是他因为打算要带我回家的 才把房间收的那么干净 如果他平时能够保持那么干净 我觉得也是更好了 因为我自己呢也是一个很喜欢干净的人 我没有洁癖 但是呢我真的不允许我自己看到我吃饭的餐桌上面有几滴水 或者有一根头发 我也不允许我的地面上有一些我能看到的头发或者说垃圾之类的 所以看到他那个房间这么干净呢 我对他本来是喜欢五分的 后来突然的就到了七分八分 回到家之后呢 他呢就把音乐开开 那个音乐真的是非常的浪漫 然后呢就到了两杯红酒 我们两个呢就随便喝了一点点 然后他就说 嗯累吗 我旁边有一个那个按摩椅 要么你坐到按摩椅上面按摩一下 我那天确实是很累 你知道我是做这个缝纫工作的 我每天呢都是坐着 然后呢肩头也很痛 所以呢我就坐到他那个按摩椅里面了 然后呢好好的按摩了一下 他呢一直坐在旁边看着我 我一直坐在按摩椅上 坐了差不多十分钟这样子的吧 从按摩椅里面站起来之后呢 我呢就主动的跟他说了谢谢 而且呢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我觉得我自己呢也挺渴望感情 也挺需要一个人来关心 需要一个人来爱的 现在我们两个就抱在一起了 他呢拥抱了很长的时间 可是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那我的老公呢比我大五岁 我呢四十六岁 他呢已经五十一岁了 可是我们并不像一般的年轻人那样 很快的就到床上去 他呢就说这么晚了 我就不把你送回店里 我呢把你送回家 然后明天早上呢我再来接你 送你去工作 所以那天晚上呢他就把我送回家了 第二天呢他确实是按照我们说好的时间 来到我们的家门口接我去上班 因为我一辈子都是在关心别人 照顾别人 突然有一个男人这样子来接我上班 而且呢给我开车门 还在椅中未有打伞 尽管已经经历了两次婚姻 但是我真的第一次感觉我是被爱的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被一个人喜欢 被一个人照顾 被一个人关心的感觉 那如今呢我和我的老公啊已经牵手 走过了四个年头 而且经过这些年一些朋友 身边认识的一些人呢 其实他们都是通过网站 认识自己的爱人 自己的老婆老公的 那么计我这么多年的考证的话呢 我觉得比较靠谱的呢 特别是美国本地的一些网站的话 就是Tinder 另外一个呢就是本部 我不知道我的发音对不对 但是呢我会把字打在这里 你可以看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我好几个朋友都找到了老公的一个网站呢 叫Match.com Dating.com 这些网站呢基本上都是要在美国本地 而且呢你的手机号码是美国号码的时候呢 你才可以使用 我不知道有些时候特别是像Tinder 还有这个Match.com 你回到了中国之后呢 尽管你的手机还是美国手机 但是它自动的就是没办法登录的 很多人呢就说翻墙 翻墙呢也是一种办法 那么以后有机会的话呢 我也会教大家是怎么翻墙的 如果你在国内的话 你可以上一些国际真坤网站 比如说有一个网站叫Aren Dating 我特别不喜欢这个名字 我说为什么要叫Aren Dating 意思就是说只是找亚洲女孩的 当然这个网站上面呢会有很多的老外 上面呢他们有层次层次不齐的 有博士然后呢有没有文化的 这些人之所以上这个Aren Dating呢 基本上都是心里面打算要找亚洲女孩的 不管是中国日本韩国还是菲律宾 总之他们是要找亚洲人的 你可以上这个网站看一下 另外一个呢你可以上这个世纪家园 我今天跟你分享这些呢 我不是说百分之百你在这些网站 就会找到你的老公或者你的老婆 任何网站他都是有风险 他有好人肯定也有坏人的 你自己呢是要擦亮眼睛 而且呢要多一个心眼 一般呢很快想见面的人呢我是不见的 另外一个呢我这个人是特别的 怎么说呢特别的小心的 我觉得如果有人跟我说啊我现在手上千三百块钱 你能不能买张机票 这种人的话我一般都不会来晚的 因为一个男人如果连买张机票的钱都没有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不可靠 而有些人呢就是说会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呢 这个男人会见钱 我觉得如果以经济有关的男人的话 我一般都不会来晚 如果你一旦谈到经济的话 有可能就会被骗或者经济被骗 或者说情感被骗 所以你无论上什么网站 我都不能保证你碰不到坏人 我也不一定保证你一定会找到你爱的人 但是呢只要你用心 中国古话不是说嘛天下无难事就怕有心人 只要你有心你全心全意的做这些事情 我相信一定会成功 而且呢有一天一定会找到你自己满意的人的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如果你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呢 记得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